想去一个魔幻与现实交错的世界吗 跟我走吧来澳门一起逛景点 去大三八牌坊感受澳门的过去历史 穿梭在周边的大街小巷 感受澳门独一无二的市井气息 去永利和新普京感受澳门的现代繁华 穿梭在威尼斯水城的世界里 往上看一半是蓝天一半是海水 去一人码头 感受那不一样的风情万种 我身后可能是通往未来的入口 当穿梭在这里你就是奇幻漂流的少年派 如梦幻泡影 这到底是有几个维度的世界 穹顶之下怎么去分辨它是现实还是幻觉 感觉好像被困在了一张塑料里 世界是你的 你相信的就是真的 要允许自己沉沦在想象中的黑夜与白昼 不要在摩天大楼中做困手之道 去海边静静地来一碗蛋炒饭 加一瓶啤酒 朴实无华才是我的本来颜色 去住一次五星酒店 从窗边看楼下的熙熙攘攘 累了就去露天泳池边闪耀的外观 是最好的拍照背景 去黑沙海滩公园在海边静静地发呆 眺望远方的远方悠闲地在森林里散步 上窜下跳顽皮得像个猴子 好像不符合我四十岁的年龄 管它呢 既然人生如金鸿般短暂 那就要活得如下花般灿烂 去卢家大屋感受来自晚清豪门府地的奢华 其平面布局为三座落 即门厅中厅后厅三厅连贯排列 三进式布局在主轴线上 形成门厅和正厅的空间序列 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空间和美的独特理解 去坐轻轨 坐大巴 坐公交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低碳环保才是现代人的时尚 归途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这世界很大 除了彩虹的美好 还有暗夜的微光 神圣的低营 未知的风暴 有没有听到自己蠢蠢欲动的心跳 他是在说 去找